首先請各位一樣先開啟雲端 雲端上面其實每次上課的相關的講義 我原則上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請各位一樣先把雲端白板上面的相關的資訊稍微看一下 因為每次上課的程式碼都在上面 另外的話我會把每次上課的影片貼到教學論壇裡面 那理論上如果你有加進來應該會收到信件 如果沒有收到你也可以自己在到這個論壇裡面點擊進來之後 那也可以看到這個我們每次上課的連結 基本上應該蠻清楚的第一、第二、第三次 然後我原則上一定會有上課的內容 然後上課上個禮拜大概就是有八段影片 然後影片完整連結在這邊 你可以點擊啦 然後回去的話可以把一些你比較不太那麼清楚的部分 再稍微重聽看過啦 然後呢盡量還是要實做啦 那最好是能夠做得出來 跟著做 因為有些細節真的只要差一個步驟你做不出來 那其實後面基本上都會容易發生類似的問題 那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想要做出類似樞紐分析 那樞紐分析的話 在以色列裡面有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那原則上我們是希望這樣 就是說以前的做法是用手動的方式 那當然這有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假設每天都需要做大量的樞紐分析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不斷的土法煉鋼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這些步驟呢 我希望可以全部都把它變成程式 那該怎麼做啦 當然理論上我們是利用那個 就是聚集錄製的方式 因為在Excel裡面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 還蠻友善的啦 主要就是說 因為有些VBA程式 假如你不會寫的話 那其實Excel這部分 真的跟其他的程式語言比起來 算是友善的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寫出來 那只是說呢 自動寫出來當然是好 可是問題 它有一些相關的缺點 可能你要盡量避開 比如說第一個 你在錄製的時候 記得喔 因為它是記錄什麼 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有做多餘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它一樣會自動幫你把它產生程式 所以呢 盡量你彩排不要錄多餘的 當然如果將來你多餘的 你還是有個方法 你可以到VBA裡面去把它刪掉 OK 這第一個啦 這可能蠻重要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錄下來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特別強調 它是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所以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說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在直行程式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做那個動作 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因為我們是一連貫的 因為我們不是說 執行程式的時候 不需要像滑鼠鍵盤一樣 一定要點哪裡 我只要告訴它在哪裡就好了嘛 可是問題喔 那個去集錄製 因為你是用滑鼠鍵盤 所以它會產生很多多餘的程式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做修改 OK 因為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不修改 也可以啦 只是第一個啦 跑出來你會發現程式會很冗長 第二個執行效率會非常的差 因為它 等於是像 像畫面切來切去 點來點去 其實這個部分也會耗用 掉電腦的系統資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蠻重要的 尤其錄製劇 跟後面的那個VBA的程式修改 OK 那我有特別講到說 哪些是要點 OK 如果你假設那些部分假設 不太熟悉的話 其實一樣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 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這邊有頁數啦 所以你們可以 直接到這個頁數部分 直接拉到指定的頁數部分 那基本上的話呢 上個禮拜的應該是在 第13頁的地方 那我會特別把 一些可能需要特別修改的地方 把它用黃色的 那個底色 把它稍微mark 那其實 因為呢 它是滑鼠接 而且它是自動產生 所以它每一次 假如產生工作表的話 它會不斷的變工作表 第一次是工作表1 那再來下一次變工作表2 那另外呢 它名稱取得像 數量分析表D是1 可是下一次又變數量分析表2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你用錄製的 但是你沒有把它改動的話 那將來 你那個程式一run 那就會發生問題了 那這個不是只有樞紐分析表 這個部分會發生問題 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們後面還會講到 比如說爬蟲 那爬蟲當然 Excel也有這個 爬網路資料的功能 那如果我要把那個 爬取網路資料的功能 變成VBA程式 就是爬蟲的話 那勢必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你不會寫的話 那你用錄的嘛 那錄的話 可是問題 它一定會多給你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或者是少給你一些東西 那怎麼辦 多的你要把它刪掉 少的你要把它加上去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 就是說它原來改寫的名稱 你要把它改成另外一種寫法 比如說它固定一隻工作表1 下一隻工作表2 它會跳動對不對 那你可以換一個方法 就是它給的是一個名稱 一個名稱 敘述啦 你會發現它前面這個 金號前面是工作表的名稱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目前的這個工作表 因為它只要有一個 shits.add 就是新增工作表 那add那一個 不管是工作表1 工作表2 多少 反正對我來說 它就是那一個工作表 那一個工作表的話 實際上就是叫Active 目前被點選的那一個工作表 這哪一個儲存格呢 那當然錄製的時候 他很喜歡用那個 R1C1的表示法 那可是這種表示法 其實不能放在那個 你不能說把R1C1放在這個後面 所以你假設說 如果你說用Active sheet的話 目前被使用當中的這個工作表 那你就必須要用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 那兩種方式 一個是用range 那一個是用sales Sales 可是兩種方法 如果在這邊來看 應該是用range比較直覺 因為後面加一個A3的一個字串 它就知道哪一個儲存格 那如果你用sales的話 變成你要什麼 變成瓜糊3豆.1 那當然相對起來 你會願意要繞個圈 所以其實這樣子 敘述會相對比較直覺 所以寫法有很多 但是你要挑選是哪一個比較好記 而且比較不會寫錯 就是好的方法 另外底下還有一些東西 可能要刪掉 這上禮拜都有講過 因為它有些時候 它會預設一些相關的參數 但是那些參數已經預設了 基本上不會改動的話 那你列出來 就有點太浪費那個程式 所以基本上 像我這邊就把它直接刪掉 OK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說 哪些被我刪掉了 那我前面是加單引號 單引號開頭是註解 那底下的話就是 把線式拖拉到列 然後把受電度數放在那個值 然後讓它做一個加種 然後幫我錄下來 那底下是格式化 另外底下我有一些修改的重點 剛剛有提到的 比如說第一個 把這個名稱 就是錄製劇集常會發生的這種問題 然後改成這樣子 另外的話因為滑鼠點選的話 會有一個方法常出現 叫做點slate 點slate就是滑鼠點的位置 OK 那可能是點一個儲存格 那也有可能是點一個範圍 像這個是一個範圍 它是什麼 從那個優標放的位置 到那個優標的最下面 所以它等於是有點像什麼 比如說儲存格放A2好了 A2Ctrl-Shift向下 它會錄下來 其實這邊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改成另外一種寫法 也許你就可以把它改成範圍的寫法 然後其他的話 或者如果常會出現的這個物件 你可以加一個WIS 讓程式變得更精簡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程式 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說假設 那個工作表本身就已經存在的話 那你一定要把它刪掉 因為它工作表不能夠重複 其他的話 上個禮拜還有講到畫個圖 也是一樣錄製聚集 那這個地方 就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用的方法是 它用的物件是 就是目前Active Street 就是目前工作表 好 點後面有一個物件 這個蠻重要的 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在VBA裡面都用Sharp實物件 然後Sharp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AddChar 後面加一個2 那AddChar 這個我前面講過 它比較是針對新的版本 如果你舊的版本 可能會不支援 原則上我印象中 應該是2013以後的版本 才AddChar 如果你假設你用的版本是2010 可能會出問題 如果有出問題的話 你再告訴我 因為我們上課的每個同學 可能也許用的版本都不一樣 這大概也是這個課程最大的問題 因為不同版本 那我不可能全部兼顧 以目前來看 應該不太可能會用很舊的版本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用新的方法 它錄下來的時候 這個兩個參數是圓形圖 它的Type 後面的話 基本上 它錄製的時候 是我們還要決定它的位置 跟它的大小 不過你會發現它位置大小 它給一大堆程式 所以最後我把它輕減之後的話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要放哪個位置 比如說我希望把那個圖 放在D4儲存格的左上角 你可以寫一個Labs 這個D4的Labs 跟D4的Top 那決定它的左上的起點就對了 那寬的話就是 也許某個儲存格的寬度10倍 然後某個高的20倍 OK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 提供給它一個來源 最後可以把它 繪製出來 最後如果你要希望說 可以把兩個串在一起 最後王同學馬上就提出一個問題 老師那我是不是要執行兩個Sub 變成兩個按鈕 如果你不想要執行兩個按鈕很簡單 你再增加一個Sub 有點像一個主程式的那個感覺 那裡面的話用Core 一個是Core-樞紐分析表 Core-樞紐分析圖 那這樣它就幫我繪製出來 所以 上個禮拜的程式 基本上我是把它在這邊加一個 叫樞紐分析的按鈕 那當然這個 這個工作表如果不刪掉也沒關係 因為我按下去之後 它會先把它刪掉 然後再增加樞紐分析表 錶跟再來就是樞紐分析圖 OK 所以這邊你可以加一個按鈕 插入這邊有一個按鈕 把這邊加一個 按下它 它就自動幫我完成了 OK它就跑了 這樣就出現了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這邊就有一個樞紐分析圖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上個禮拜練習了 那其實樞紐分析表 當然目前我們只有做一個 那如果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做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當然可以啊 你也可以放在不同工作表 只是說你可能要改一下程式 或者甚至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針對這個工作 這個樞紐分析表 那我不只畫一個圖 我想要畫另外一個圖 也許上面這個圖是圓形圖 那我希望在下方好了 比如說在哪個地方 我如果今天希望在低 低藍的這個地方的30列好了 我希望在這邊再畫一個圖 幫我畫一個直條圖好了 那它的寬的話一樣也是10個 10個D1的寬 高的話也是D120個高 可是畫的方式不是圓形圖 而是直條圖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重點再回顧一下 OK 所以你會發現 我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如果你再按它一下 它就自動幫我產生了 在這邊 那待會當然 你如果假設想要再增加一個 比如說直條圖 放在底下的話 也就是說呢 我希望畫一個 什麼 有點像dashboard 甚至你整個工作表可以畫很多個 當然有點像 多圖的呈現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主要可以從 一樣add chart2這個地方下手 OK 另外的話 關鍵的地方應該是add chart2後面的參數 這兩個參數是決定是圓形圖 可是如果你假設要變成直條圖的話 那如果你不會啦 其實有個方法 你直接在add chart2上方按F1 或者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再利用錄製劇集 你錄製劇集的時候 產生直條圖 它會告訴你那個直條圖怎麼寫 兩個方法 你按F1也可以 add chart2上方按F1 它會顯示出 add chart2這個方法 它的話 第一個參數數字是style 第二個參數是這個什麼chart type 其實這兩個基本上就是圖形 一個樣式 一個是類型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 有沒有其他的話 其實在它的說明底下 這邊有一個 這個style的 這個地方的描述裡面還有一個超連結 但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點擊 它會告訴你說 喔 那個裡面的chart type 它的類型有哪一些 那其中的話我們剛剛 那個類型是原 那如果你要直條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可以列 那你可以找一下 哪一個是直條圖 那找到之後的話 它這邊有什麼 直跟它的名稱 它會列出來 OK 那你可以拿這個直接來繪圖也OK 所以這個部分也許請各位先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 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再接著來看 也許再延伸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就我剛剛講的 我希望在下面再多增加一個直條圖 那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囉